亚洲巨星周星驰眼而优则倒 近年都是专注在导演这份工作 而生活一向低调的他 从2022年开通IG账号后 不仅回粉丝留言还送春莲 一改神秘风格 近日周星驰IG粉丝数快破百万 他特地开放QA问答 其中有一名网友好奇问 星爷有没有最想对答书说什么话 周星驰与吴梦达 昔日堪称是喜剧界的最佳拍档 两人合作无间 在吴梦达逝世前 两人屡屡被传交恶 但周星驰罕见感性透露 想跟答书说I love you 更后悔没有亲口表达 另一位网友好奇询问周星驰 有没有想念罗慧娟 对此周星驰首度松口坦诚 有 而周星驰与罗慧娟 是于1989年 拍摄盖世豪侠相识后 进而交往 但后来周星驰与罗慧娟 却登报承认分手 而罗慧娟罹患披症时 曾回忆 由于周星驰提过结婚 但周星驰当时却说 她是神经病 让她心灰意冷 后来罗慧娟宣布罹患癌症 当时周星驰便将电影 《西游祥模篇》 女主角的名字改为 与盖世豪侠有关的段小姐 电影中更上演了 与罗慧娟和周星驰 提过结婚梦想时 相似的桥段 周星驰也借 由电影说出了 压在心里二十几年的话 我爱你 第一次见到你就爱上你了 不过电影还未制作完成 罗慧娟因病去世 最后周星驰在电影海报上写下 《一万年太久》 只争招戏 主题曲《一生所爱》 其中有段歌词改为 红颜落下 色彩变苍白 从前直到现在 爱还在 看似周星驰 对罗慧娟最后追忆 不过电影海报上 或许再次开启 感谢观看